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两节课上讲过 PEARP的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对吧 对 那妹子 什么是局部变量 函数体内的变量 函数体内的变量 就是局部变量 对吧 在函数内部生命的变量 就是局部变量 对吧 因为在函数内部生命的变量 只有掉了函数的时候 它才分配到内存 那函数体结束之后 这个里边的变量就全释放了 所以呢 在函数体内部生命的变量 只能在函数内部使用 对吧 包括什么 参数和生命的变量 也属于局部变量 只不过函数的变量 只不过函数的变量和函数内部生命的变量 生命全局变量 对吧 其实在调用之前 使用全局变量即可 全局变量是什么时候释放的 胶购 对 程序脚本结束的时候才释放 所以两个释放中期是不一样的 局部变量 这个行为调用10次 那里边的变量被生命了10次 也被释放了10次 而全局变量生命了一次 那么这本结束就是释放 只生命一次并释放一次 OK 这上点就饿了 那这一节目呢 咱们开始学静态变量 那静态变量呢 和全局变量有点类似 它也是公用的一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学静态变量之前呢 我们先了解内存结构 好吧 那内存的前面 那有说过 一个内存在逻辑上是分四段的 什么叫逻辑上分 不是物理上分的 也就是你用锤子把它砸碎 你看不着里边是分四块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整体 但逻辑上分四段 那它现在需要认识的是两段 一个是站内存 一个是处理化静态段 其中的代码段和堆内存 咱们在后边面向对象的章节 咱们介绍 好吧 所以咱们先画一个内存结构图 咱们用画图画一下 咱们说了内存四段 那先画两段 对不对 其中咱们前面经常画的是站内存 对吧 像一个传输带似的 对吧 这样 站内存 就是空间虽然小 但是跟吸菌结合比较密切 对不对 释放比较快 一般定长都存在站内存里边 听着吧 咱们现在不用讨论什么 对象怎么存 树骨怎么存 增串怎么存 对不对 咱们现在去考虑什么 像布尔形 整形 符点形 这样的话是怎么存 它们都是存在站里边的 那还有一个空间就叫什么 初始华静态段 对吧 咱把它起上名字 那这个咱就站内存 站 内存 那这话咱们叫做 对 初 初始华 准备打上 初始华 静态 静态段 这是它的一个内存的一个名称而已 那当然了 好多人有一些其他的叫法 听得吧 大致怎么就这个 那假如说我程序有一个这样的程序 比如说 接口号问号PRT 对吧 然后有个大飞等于10 看到了吗 再做一个变量 faction demo 这样的一个函数 里边呢有一个 这样 有个大飞等于20 看到了吗 那这样的变量咱们在内存中是怎么存的呢 这两个现在都是整数的 对吧 都是存在站内存里的 这块有一个大飞 里边存的值是10 这块呢 有个大飞 里边存的值是20 全局变量和局务变量都有可能存在站内存 对吧 定常的东西是在站内存的 因为10和20这都是整数 对不对 那 现在这个A变量 只有在这个脚本预行结束 或者是在结束之前 你把A附上了空 或者是用完side 把它取消掉 才释放 对不对 否则就是脚本结束 A才释放 而在demo里边声明这个B 这个变量 怎么的 咱们说了 是掉在函数的时候 才得放到这个内存的 函数掉完就释放了 掉用10次这个代曼函数 那么这个B这个变量 被连续声明了10次 并被释放了10次 知道吗 所以虽然A和B都存在站内存的 但是释放和使用的时机是不同的 所以B这里变量是9变量 对不对 那什么是静态变量呢 那静态变量可能是在这存的 对不对 我这里边随便声明B等于20 但是静态变量吗 不是 声明静态变量 你得用一个词 静态这个词 标记这个变量 等于什么 比如说30 看到了吗 如果这么标记好的话 用这个标记的话 就不在站里存置了 而是在哪里呢 在这块 A等于30 我这就不叫这个A的名了 换一个 当中C等于30 好吧 我重写了 STTAC当中C等于30 让它变量没有换一下 对不对 这个C的变量是在什么 这里存的 看到了 那静态里边存东西 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可以被供入 就知道吧 那静态里边的东西 不管是声明在哪 它不是说 马上就被释放掉 而是需要脚本之音结束之后 才能自动释放掉 知道吧 所以说 这么声明之后 在这里边 就可以被这个函数供用了 那他举个例子 咱就明白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了 看一下 我们打开 代码 看一下 我们先了解一下静态变量 静态变量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程序 比如说 Faction Demo 这样的一个程序 对不对 我这里边声明一个 Doll非等于0 然后Doll非加加 这家家不能分家 对不对 然后输出道路非 我来一个换行 对吧 我现在调一下 Demo 当然我不调一次 我调这么多次 那 妹子 包括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结果是什么 E 对 妹子答对了 为什么是一样 一直是一样 每次调那么多时候 都是A声明 对 调一次 A声明等于0 对吧 然后A加加变成1 输出1 对不对 然后A紧接着就释放掉了 对 我再调第二次 怎么呢 是不是 A又怎么呢 又声明了 那我们来 看一下这个结果 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局部变量的特点 对不对 Test的点PT 是不是全是1 对吧 大概有 5个1 对吧 因为咱们调用几次 调用5次 对不对 那如果我将这个 里边 STTNC 放到这 那这个A就声明为静态的了 它就不在占你存在 对不对 那就不随着函数结束 也释放了 是不是这样的问题 而是声明在哪了 声明在静态段里了 对不对 它需要至脚本结束 才释放 那你想想 这个结果应该是什么结果呢 它不被释放 不释放 对 不出释放 不出释放吗 先看一下结果的吗 再看一下 结果是12345 看到吗 12345 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跟刚才咱们分析的是一样 什么 只要标记为静态的 是不是就放在静态段了 那妹子 你现在肯定有一个疑问 应该什么呢 那我第二次调又不用重音声明了吗 这个这个疑问 看你的表情就像这个疑问 那先看第一个问题 静态的变量 一般静态的东西 都是在第一次干嘛呀 调的时候 比如说以后咱们会学 在类里边会学很多静态的东西 这是函数里静态的东西 现在只说函数里静态变量 其他那些不提 好吧 在函数中声明的静态变量 看到了吗 只在第一次调用时 什么 声明 只在第一次调用时声明 这是第一个特点 对吧 那第二次来调用的时候 也就是 第二次或者第三次或者第四 什么的 一开始静态变量 先到 你看 第二次以后 一看是静态变量 就先到静态什么 静态段中 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变量 如果有 怎么呢 就使用而不去再声明 所以我第二次在调用demo的时候 一看这个变量是第一次声明过呀 他就怎么的 不再去声明了 而是直接这条就不执行了 是不是直接咱用的时候 也是标静态的 下次是不是就直接用这变量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没有第一次就是没释放掉 对吧 然后这变量是不是在第一次加完 技术上是不是又加了一次 对吧 所以他是不是才可以累积 大概理解静态的语法是怎么用了 对吧 在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不是使用 所以说特点是什么呢 静态函数中 不能说静态函数 静态变量 怎么着 在同一个函数 怎么 多次 调用中 有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共享 共享的想 这个 静态变量就在同一个函数中 同一个函数被多次调用的共享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比如说 看一下 我再生命一个函数 faction test一个函数 看到了吗 里边 我也写一个static 看到了吗 然后里边也生命一个同样的a 然后里边也要这个a怎么的 加加 然后我在这块 比如说第二边这块 我调用一下 test 比如说调用多次 如果这里边是所有函数都共享 如果静态就叫同样的名 在所有函数都共享的话 会出现什么东西 对 那我调用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同一个a也会加加 那你就看一下 如果他没加加加和加加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得清楚了 什么样的 那我们来看下结果 你醒一下 是不是还是12345 也就是在另外一个函数里边 声明的同样的这个静态变量 和这两个是不是不通过 是不是这样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在同一个函数中共享 两个函数中起的同一变量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在这里边 在存变量名的时候 他其实不光存了变量名 还存了是哪个函数的标识 就什么 还存了函数的标识 所以他知道它是哪个函数里的 有没有这意思 这样 没输出 但是我调了这个变量 是不是有可能会累加 对不对 有了累加的话 如果真的累加的话 那这里边是不是就不是 对 有没有这意思 所以他记得是在同一个函数中多次调用共享 对吧 所以静态变量 咱们一般作用于哪呢 就是什么 同一个函数中共享同一个变量的时候 多次调用共享同一个变量数中这个 一般能用的产生就是统计脚本 在执行过程中 同一个函数被调用多少次 对吧 那比如说这块 我这里边说出了几 是不是说出了我 就知道这行是第五次被调用 对吧 通常这个时候作用比较大 那在平时呢 其实用的进入不多 但是有用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呢 静态变量不用什么特定的去计 如果你是为了找工作 对吧 那你就要好好理解这个 因为面试题的时候 它总出这题 对吧 另外静态变量 咱们还需要了解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那 全局的不在函数里边 我这块来一个 STATAC 生命一个WC 等于99 这样可不可以呢 刚才我在局部生命的 是不是静态变量 那在全局 我能不能生命静态变量呢 咱看一下 程序有没有问题 那 我在这块输出呢 学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 对 你生命为静态的作用 和不生命静态作用 不一个意思吗 所以呢 没有必要在这生命 就知道吧 所以一般的作用的 静态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去生命的 OK 对不对 那目的就是在同一次 同一行 定用多次是共享 是这个目的存在的 所以这一期大家要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静态变量 这里边例子 PSP函数支持静态的 对不对 一个静态变量 在所对的函数 定用之间共享 刚才说到对不对 并且在脚本之间 第一次被掉用的时候 是不说话 生命静态的 就是用这个次 通常静态变量 在第一次使用时 互有一个处置 对吧 就需要注意这个 那这就是这节课 我们向大家介绍的 静态变量 记住 面试的时候会经常考这个题 对吧 但是平时用处不多 然后还有用到的时候 所以呢 你也不能忽略 但是也不用重点去看这个东西 知道吧 了解是干嘛的 把它特性了解就OK了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这样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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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